兰归喜事,讲述了首寡十八年的单身母亲杜如玉, 琉璃氏,独自抚养四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儿长大, 一家人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温暖故事。 不只是看见了欢笑,有泪水也是笑出来的。 看点一,大姐为相亲对象带去有毒糕点。 杜如玉一心想把四个女儿嫁借好人家, 咬紧牙关,借钱在江林买了一套宅子, 刚安稳下来就赶紧给已经三十岁的大女儿春瑾荣, 含云云氏,相亲。 为了装成贤惠的样子, 春瑾荣特地将二妹春佩兰, 李佳琪氏做的大黄酥拿去张园外家。 到了人家家里,两家人相见恨晚, 聊得那叫一个好,连婚期都定下来了。 家这边,佩兰在厨房忙里忙外, 小妹春可怜,李佳琪氏走到她身旁, 端起白糖罐子念叨着药怎么少了。 原来,佩兰做蛋黄酥用的白糖, 其实是可灵魔制的毒药。 佩兰二话不说,撒腿就跑, 到了大姐的相亲对象家里, 正好看见张园外想把蛋黄酥往嘴里送, 一生制止住, 才没让张园外把有毒的蛋黄酥吃了。 可张园外的儿子嘴快, 已经口吐白沫了。 为此,杜如玉还欠了张园外一家五十两银子。 看点二,佩兰的预言依依应验。 佩兰觉得自己没运当头, 在街边找大师算了一挂, 大师对她说, 今日她轻则卷入是非, 重则有血光之灾。 本想让大师姐姐, 一听大师还要钱, 立马走了。 紧接着, 佩兰就去买菜了, 结果摊主王西施, 垂纳丽莎氏, 见另一个人包胶白了, 那人不承认, 就让站在旁边的佩兰作证。 此时, 佩兰突然想起大师说的卷入是非, 站在旁边只敢说自己没看见, 背下的扔下菜就跑回家了。 回到家佩兰才发现自己的荷包, 钱包, 忧了, 回去找荷包, 又遇到了众多倒霉事。 走着路, 就被砖头砸中, 流了鼻血。 好家伙, 血光之灾, 全被大师说中了, 不过这大师就是个江湖骗子, 不信自己去看剧。 蓝龟喜事的叙事分为轻松欢快, 反转出乎意料, 对喜剧风格, 节奏的把控能力较强, 后续剧情中, 春家四姐妹还会贡献出更多的笑料, 让人更加期待 他们之间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春家的故事又将如何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的演员的表演更是将剧中的喜剧效果放到最大, 让人越看越上瘾。 尤其是这几位演员的表现, 属实惊艳。 第一位, 刘林, 父辈的荣耀中的存花妈妈, 在蓝龟喜事中化身单亲妈妈杜如玉, 独自抚养四个女儿长大, 杜如玉一出场, 瞬间梦回知否中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的大娘子。 你耳朵聋了, 都什么时辰了? 一嗓子吼出来, 让屏幕前的观众都被吓得一击灵。 之后, 杜如玉莫名其妙被推嗓进婚宴里, 想要出去时被误会成混吃混喝的人。 杜如玉先挤出笑容, 讨好的和家丁们解释着。 刚准备出去, 听见家丁说坏话, 立马转身插着腰上前质问, 被园外误会后, 气得直跺脚抖肩, 原地打转。 这一幕, 琉玉完全演出了 跳进黄河也喜不清的冤枉劲了, 虽然她有些糟心, 但屏幕前的观众看得很开心。 第二位, 杨浩宇。 杨浩宇的演技非常出众, 在《雪中汗刀行》里饰演的《剑九皇》 承包了整部剧的笑点, 老黄这个偷奸耍滑的角色 在杨浩宇的演艺下 不仅没有产生厌烦, 反而多了几分俏皮。 在新剧中, 杨浩宇尽情施展自己的喜剧天赋。 看见春淡下雨杜如玉 因为自己争吵, 杨浩宇饰演的郭震生 眼睛滴溜溜地转, 不停地看向两人 又躲避两人的目光, 最后只能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膽膽正正地站着。 这段戏中杨浩宇的台词 很少, 不过她用丰富的微表情 来表现着自己的两难, 小心翼翼的样子 让我笑出声来了。 第三位,李佳琪。 李佳琪饰演的春佩兰 踏实肯干, 毫无保留地为全家人服务, 这个角色在李佳琪的饰演下 显得非常朴实。 剧中, 春佩兰寻找丢失的钱包, 却被老板娘拼问看 没看到那人包胶白的事, 佩兰一脸为难, 不敢直视老板娘的目光, 一直搓着手。 李佳琪用细微的动作 就把佩兰胆小憨厚的特质 表现了出来, 这个人物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第四位, 韩芸芸芸。 韩芸芸在喜剧上的实力可不一般, 在《羞羞的铁拳》、 《你好》、《李幻英》等作品中 都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在新剧中, 韩芸芸饰演的春景容 在别人的婚宴上偷吃东西, 一脸享受, 被母亲一吼吓得窜出去老高, 察觉到多双眼睛朝这边看过来, 锦容满脸尴尬, 冲着众人微微一笑, 随后转过头用眼神 示意母亲小点声音。 看到这, 直接发出爆笑, 韩芸芸的表演既自然又充满笑点, 太让人惊喜了。 《兰归喜事》作为一部古装喜剧, 用艺术虚构和幽默调侃的手法 来叙述故事的主线。 剧中的细节可能有些夸张, 但正是这种夸张, 才能让戏剧性和笑点拉满。 而且, 本剧在轻松欢快的同时, 以婚式嫁娶作为切入点, 借古玉金深入挖掘两代人婚恋观的不同。 剧中将现代女性思想 在古代社会中巧妙融合, 贴合, 女性不管在任何年代 都可以将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主题。